穷女孩来城里找亲戚却被安排睡在走廊里 可她却一脸满足地脱去外衣 结果遭到表嫂的嘲笑 因为她按老家的习俗还穿着秋裤 这也太土了 此刻的表嫂万万没想到几天后自己会有求于她 农村女孩第一次进城 但却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一群朋友 本来想做一件好事 却错把好人当小偷 第一次来到警察局她有点拘束 而眼前这个叫耗子的男人 第一眼看到文静眼里都是光 她彻底爱上了这个清纯的农村女孩 不仅给了女孩明天还亲自把她送到目的地 可女孩来到表哥的地址却发现店面换了人 她无处可去 无人可医 直到看到酒吧里招聘信息 便走进了灯红酒绿的地方 而站在高处的女人很快发现单纯的她 还好对方是个好人 只安排了发传单的工作给她 结果在街上再次遇到耗子 在耗子帮助下很快重新找到表哥 本以为自己在上海有地方落脚 谁知表哥家里能说事的是表嫂 表嫂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她的到来 殊不知心灵手巧的文静却给她们带来财运 很快文静就被安排在走廊上睡觉 但文静却很满足 因为她终于在大城市里有一张床 而文静也成了店里的好帮手 没有工资只管吃喝 可表嫂依然在到处嫌弃她 每次心情不好遭殃的总是文静 为了让表嫂开心 她便想到卖早餐帮表嫂增加收入 表嫂听到不用自己帮忙还能有钱收 马上变了脸色让表哥去准备车子 结果开张几天后 文静的早餐探里生意好的不得了 而店里所有的活她还要承包 耗子眼看文静天天这么在店里免费当苦力 便想着给文静找个好点的工作 可文静却念着表哥收留自己不想忘恩负义 然而表嫂这一天却有求于她 原来长得像猪头的房东来收租 结果一眼看到了清纯的文静 便向表嫂打听起来 发现是表嫂农村来的妹子 立马提出了不涨租金的要求 表嫂为了利益硬是拉着表哥和她一起去吃饭 然后借口去点菜留下了两人 猪头老板见机会后便开始上手 文静为了自己清白勇敢做出反抗跑出去 无处可去地躲在表哥门外不敢进去 眼在外地的耗子联系不到 她便让教授帮忙看看 教授看到对方没地方去便带回自己家里 然后自己出去找了个酒店睡觉 耗子出差回来马上来找她 结果却发现她留下来的流言 两人马上奔向火车站 终于在耗子放弃的时候回头看到了傻姑娘 耗子再也忍不住奔向她用力抱住 疯一样地让她做她女朋友 文静不知道什么叫爱 但她被耗子感动的表白决定留下来 因为回到家她只会被家里逼着跟村里傻子结婚 而耗子愿意收留她并给她一个住的地方 于是文静答应了做她女朋友 她便以为自己从此有了家 虽然耗子跟三个朋友住在一起 而他们俩也只能挤到一个房间 但安静很满足 一个人承担起了耗子跟朋友们的起居生活 她事无巨细地把衣服洗好 饭菜做好 本来就宅的耗子从此就请了个保姆 可一个女孩跟三个大男人住一起很不方便 这天胖子光着膀子就出来 吓得安静大气不敢出地逃走 而瘦子也时不时用猥琐的余光偷看安静 然而大老粗的耗子从来就没发现 直到这一天胖子再次光膀子出来吃饭 耗子发现安静躲闪的眼神才反应过来 要说耗子也是真心喜欢她 为了安静不惜与同居兄弟打起来 甚至她连跟安静亲吻都没有过一次 而且两人在一起半年她一直睡在地上 在耗子坚持下他们两个重新租了房子 终于安静迎来属于自己的家 可农村来的姑娘很懂事 她想找到工作与耗子好好生活分担压力 然而只有高中文凭的她根本没人愿意录用她 谁知她却是一个天才 记忆力过目不忘很快就把耗子教她办公软件学会 并在耗子介绍下找到一个前台工作 可上班第一天就不会用打印机 甚至连手机订车票也不会 很快就被人事直接辞退了 可为了不让耗子担心 她只能每天准时假装出门上班 然后一个人拼命投着简历 正当她失望地准备结束一天时 却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姐姐 时髦的女人询问她是否愿意做保姆 农村女孩第一份工作便偷偷当起保姆 她手脚勤快又保持了农村女孩的善良 而她照顾的老人家更是德高望重的金融教授 这天录用她的姐姐让她去买很多做菜材料 见安静硬了后就准备出门 便担心问到这么多东西你不拿笔记一下 安静却自信回答自己记在脑子里 没想到安静一字不插背了出来 这让教授也更加喜欢这个女孩 并让安静有时间可以去自己书房里看书 安静非常开心自己有学习的地方 干起活来更加卖力 可以意外却再次来临 因为姐姐嫁给了教授 导致教授的儿子经常不回家 所以安静也在教授生日这天见到了真人 可当安静抬头看向对方时 两人都惊讶地看着对方 没想到教授的儿子居然是浩子的好兄弟 而他们眼神像极了一见钟情 可两人尴尬身份彼此都把对方当朋友 因为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浩子 浩子也感觉出一年以来他跟安静不像真正的情侣 他们同居半年最大亲密接触也只是千千小手 倍感焦虑的浩子终于找到花花 教授帮忙 在花花见一下浩子开始学起浪漫 他先让安静闭上眼睛 然后把一百天纪念日的礼物和玫瑰送给安静 并幸福拥抱着安静 终于情不自禁地亲吻了清晨的安静 可这突如其来的稳缺把安静磨争 一下子就给了浩子一个耳光 这一耳光也同样把浩子打猛 然而躲着房间里的安静像刚盛开的花朵 殊不知两人的爱情却迎来终极挑战 因为一次聚会安静把借来的包包还回去后变成假包 他和浩子也面临要赔偿二十万的巨款 浩子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天文静特意打扮了自认为很漂亮的造型 因为他要美得不可放物件浩子的朋友 结果赶来的浩子也看得目瞪口呆 聚会里文静再次见到老教授家的儿子 文静很感激教授帮忙隐瞒保姆的事情 谁知教授不尽人情的大实话直接让他哭着出去 而也是教授的操作让他们爱情不那么美好 因为浩子为了不让大家看不起文静 不仅花钱让花花帮他打扮 正值帮他报了礼一班 殊不知这样操作却让两人爱情推向悬崖 这天宁静陪着花花和薇薇来学习插画 他那独特手艺插出了别之一格的花篮 作为朋友当然不会取笑他 可就在一场宴会里他却被别人再次嘲笑 因为他手里的包包是个假包 而这款限量款包包却是薇薇借给他的 文静当然不相信会是假包 可完全没注意刚刚上洗手间回去拿包情景 被失利眼的女人说教后 文静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宴会 薇薇多日后发现自己包包被偷换 浩子这才知道事情真相 可大家都相信宁静不是这种人 却拿不出证据证明 浩子没精打采地回到出租房 却看到文静煮好一盘大闸蟹 大闸蟹可是非常贵的食物 浩子有点怀疑问文静是不是有事情瞒着自己 文静以为自己做保姆的事情被发现 因为大闸蟹也是教授家送的 却没想到浩子告诉他薇薇的包还回去后是个假包 农村女孩第一次觉得很委屈 她兢兢战战地去找薇薇解释 可薇薇并不相信她拿出去的是假包 而文静也表示这个包包自己用完就还了回来 但薇薇不想影响朋友之间的隔阂 并把假包送给了文静 然而农村来的孩子最怕别人误会 她打心底里决定证明不了就想办法赔她钱 文静临着雨抱着包包跑了出来 此刻前来找她的浩子又成了唯一依靠 文静这时才想起包包在洗手间可能被人调换 然而包包确实是因为自己才丢的 只是文静没想到浩子却是一个富二代 为了赔给薇薇名牌的钱 她扭扭捏捏地打电话回家要钱买房 谁知浩子妈得知儿子找了女朋友 爽快地答应马上去打钱给她买房 本以为事情就那么完美地解决 殊不知他们的爱情即将结束 文静想努力赚钱早点把包包赔了 于是更节约地天天跑超市等低价 突然想起少拿了一包东西 便让前面的阿姨帮自己占个位置 谁知道回来后后面阿姨却死活不让 哪怕前面的阿姨帮她证明 善良的文静便自觉排到后面 结果回到家里却再次遇到那位阿姨 别来浩子妈偷偷来看自己儿媳妇 殊不知阿姨的到来让她跟浩子断了缘分 回到家里两人才惊讶看着对方 可毕竟身为长辈还是得拿起架子 此刻婆婆质疑起富家小姐居然还会做饭 然而宁静地回答却让她安了心 不过老妈的盘问 借着电话带走文静躲过一劫 阿姨你休息 可这天婆婆正准备去给儿子看房 这时却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提着菜走过去 回到家后马上告诉儿子这件事 本就把农村女孩包装成富家千金的耗子 生怕老妈看穿文静的身份 于是打着幌子说文静可能去同事家 而同样兢兢战战地还有文静 因为她害怕在婆婆面前装不了富家小姐 可为了耗子她也想和婆婆搞好关系 于是花光了所有积蓄买来礼物送给她 可婆婆摸到质地后脸色却开心不起来 随后用眼神命令儿子问问情况 耗子便想着给她公司打个电话 结果得到回答是他们公司没有这个人 这天早上耗子与文静一起出门上班 耗子便尝试着问了老妈交代的问题 可文静却撒谎自己给同事送东西 耗子非常不理解文静为什么要瞒自己 而自己兄弟拍着胸膛保证文静干的是正经事 殊不知正式教授保证让耗子更加痛心 因为此刻耗子老妈看得清楚儿戏再次走进小区 她马上联系儿子来抓人 得知文静暴露后教授便带着耗子前去 而文静此时听到门铃声 结果却发现正是自己婆婆 婆婆不理睬文静的解释直接去找人 谁知看到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大的老人 受人尊敬的老教授被误会成老牛吃嫩草 文静最后只能到处想起 这时耗子跟教授赶了过来 当耗子看到老教授在这里时 一句叔叔让耗子妈也惊讶起来 教授只能解释了一切 可最让耗子伤心的是 教授早就知道文静在他家里当保姆 可他却和文静合伙骗自己 见儿子被兄弟和女人欺骗 耗子妈走到门口后直接晕了过去 醒过来的耗子妈用生命逼耗子跟他回老家 因为家里生意也需要他接手 原本耗子还想坚持留下 可他害怕忤逆老妈会再次引发心脏病 于是他与文静相约在老地方 听到耗子需要回去 文静还在幻想跟耗子一起回去看看 可耗子告诉他不会再来上海 文静此刻又变成无依无靠的女孩 他伤心地找到花花倾诉 问花花什么叫着爱情 可当花花回答爱情是什么样时 他却发现他和耗子并不是花花口中的爱情 然而耗子的好却突然消失 望着空荡荡卧室 文静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原来这个世界靠谁都没用 只要自己强大才能在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 他诚恳地跟老教授道谢并辞去保姆工作 准备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学习 殊不知坚强的文静却活出了自己精彩 这时他才明白耗子的救赎好像并不是爱情 因为他这天看到教授的前女友 此刻他默默躲在墙角里 这股醋意是他与耗子从来没有过 爱情就好像是有魔力 不自觉他会在背单词里想到教授 也会在数学题里看到教授 此刻他彻底觉得自己疯了 因为教授是耗子的好兄弟 而且自己幻想的却是教授与前女友的约会 甚至教授家庭条件也只能用显赫来形容 可农村出身的他却想努力让自己更加优秀 他想努力考上大学 可他只是初中毕业却想与高中的学生们竞争 没钱的他只能想办法去培训班蹭课 结果这天伪装成别人的小姨被当场抓包 直到教授诚恳帮他解释才没有尽紧查局 看到文静那么大毅力 本就对文静没有免疫力的教授主动要辅导他 于是在一段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中 他们朝夕相处日久生情 可两人都不敢正视自己的感觉 只能将这份爱用朋友名义守护着 自从耗子回老家后 文静便找了一份红酒销售的工作 然而能得到这份工作却不是因为他能力 但不妨碍文静与红酒产生不解之缘 很快单纯文静就遇到很多麻烦 首先是客户看他是个心愿 便用订单诱惑文静一起吃饭 饭桌上暗示文静要好好配合订单就不是问题 接着闲猪手开始上手 文静眼看对方无理便直接走 殊不知公司录用他的目的也是因为他漂亮 却没想文静并没有好好利用他的优势 一起进公司的员工他成了垫底的份 领导在部门会议也特意用业绩敲打敲打他 可谁知文静的朋友却都非常厉害 微微就是海归的白富美 仅凭他的介绍文静就拿到了别人一直拿不到订单 而文静也很快成为了公司业绩第一人 不料这时领导却不乐意了 当面表扬他的努力付出 晚上便用个别同事们对他的留言约文静喝酒 可一到现场文静就发现不对 打电话给花花让他帮助自己脱身 然而花花此时忙着公司的事情走不开 教授接到花花电话后马上赶过来 看着文静被欺负便逼着文静的领导一直喝酒 直到两人喝得不省人事 文静推着购物车把发酒疯的教授带回家 正当文静安顿好准备离开 教授却一把拉着文静的手 本来就非常爱慕教授的文静一下不知所措 便在地上打起地铺陪着教授 不料醒来发现教授跟自己睡在一起 刚醒的教授甚至还自觉抱着文静 原来有时候酒精真的是爱情的良药 从此他们心中爱情开始萌芽 辅导文静学习中 两人也开始不自觉地戏弄对方 可这份戏弄却犹如水里鱼一样欢快 爱情的味道原来是这样 可这时教授前女友却找了过来 虽然教授拉着文静假装是女友 可却让文静又把爱埋藏在心里 直到看到教授与前女友约会 文静开始下意识地与教授保持距离 老爸骗女儿家里的房子被大水冲走 他们现在可怜巴巴没地方住没东西吃 殊不知却是想把他骗回家嫁给村长的儿子 然而文静却真的相信并准备回家去 自从文静逃婚后 村长再次拉了很多家电当品礼 而老爸为了能讨好村长便准备把女儿卖了 甚至忘记这几年天天问文静要钱 文静自从离开那家红酒公司后 便与花花一起开了一个网店 慢慢地也有自己收入 谁知家里的催钱就像个无底洞 这次不仅再次要六万还把家里说得特别惨 因为文静爸知道他不放心老妈 文静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去 殊不知自己回去后可能再也回不来 弟弟本来想给姐姐通风报信 结果被老爸提前发现 好在花花拉着比较闲的教授一起去玩 然而文静却不太想教授一起 因为教授与前女友的事情他想刻意保持距离 不料却听到花花喜欢上教授 正想拉着教授来一场乡村爱情故事 此时同样喜欢教授的文静如梗在喉 很快三人便坐上了绿皮车 城市里的人没见过市面到处都好奇 微风拂面夹杂着稻田里淡淡的幽香 可等待他们的却是文静爸的一把刀 文静从小就害怕老爸 下意识后退一步 文静爸展示了下自己威严后便开口去杀鸡吃 然而大家却热衷农村养的鸡比城里的好吃 完全没注意到文静爸想杀鸡给猴看 很快就让文静一个人去买酱油 文静没有怀疑地向小麦不走去 结果走到半路便看到了村长的儿子 村长儿子一向是村里的一把 文静不敢得罪他只能任凭他表白 这时教授就如同一个盖世英雄一样出现 推倒对方保护好文静 村长儿子见他身材比自己高大 又听说他是拳击冠军 本身就有点畏惧城里来的教授 教授为了不惹麻烦对着竹子就是一拳 直接把几人吓跑了 教授看着眼前自己爱慕的文静 再也看不了他被人欺负 决定明天就带文静回上海考上大学 走出这座大山 文静也从教授身上再次看到爱情 然而哗哗地出现他又把这份爱埋藏起来 晚上文静妈好好看着自己女儿 文静妈非常心疼女儿 可爱于家里他做不了主 但文静一心想去上海赚钱 因为他明白老妈的病只有动手术才能根治 并想得到时候有钱了带老妈去上海大医院 文静的孝心让老妈非常后悔欺骗女儿回家 看着自己女儿懂事又有自己的理想 第二天文静妈趁着他爸去村长的功夫 怂恿三人赶紧离开 文静三不两回头一不舍再次走出大山 回到大城市里文静在生活里消失 朋友们聚会他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大家都觉得文静彻底疯了 谁也不信一个初中生仅凭半年就能考上大学 而且是顶流大学的名额 然而事实却非常振奋 因为他们不知道文静过目不忘 而且他非常努力 这天文静提着行李开心地看着校园 他考上了花花毕业的大学 但生活并都不是美好 因为就在庆祝的聚会上 两个最好的闺蜜心中的人都被文静抢走 首先是花花暗恋的教授 而大家都看出教授对文静非常特别 然后就是巍巍这个白富美 从小与叶家公子青梅竹马 可见到文静后也开始献殷勤 这天叶家集团顾问老教授过事半追悼会 叶公子猜到文静一定会在现场 便主动代替叶家过去慰问 可到了现场直接被记者们围住 有人借着机会把话筒放进叶公子的口袋 丝毫没注意的他本想对文静开开玩笑 没想到这个玩笑却开大了 这是教授与老教授最后一次交流的机会 可却被他的事情让葬礼成了笑话 从此教授与文静两人失去了联系 最开心的却是花花 花花再也不担心教授被文静抢走 甚至认为教授一定恨死文静 可两个相爱的人红线不会那么容易扯断 而此时教授却正在与文静约会 教授因为唯一的亲人过世 觉得城市没有了牵挂 准备放下一切去美国华尔街 便主动找到文静想跟喜欢的人约会一天 文静本来心里就有教授 可爱于明天有很多课想要拒绝 然而教授却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 明明拒绝别人是很为难的事情 可文静面对教授的大男子主义却非常开心 他们两人行走在街道上 突然发现前面一个很卖力的唱歌小歌 教授便想为文静做最后一件事情 他请求小歌把吉他借用一下 用爱情的灵魂为文静发出声音 文静也被教授歌声感染 仿佛偌大的街上只有教授和他 而也正是这次约会改变了教授去美国的想法 因为他发现离开文静他的生活好像会缺失什么 恰好街道上一款游戏人物角色让他吃醋 广告上的人物与文静长得一模一样 看完介绍才知道是叶公子名下游戏公司 送文静回去的路上 文静感叹路过的女人耳坠好漂亮 说者无疑而听者有心 教授回去的路上走进一家首饰店 让服务员对着两幅耳坠做了比较 而恰好叶公子看到这一幕 教授买了红色的耳坠 叶公子后脚就进来买下更加贵的同款黑色 两幅不同颜色而坠却让几人爱情更加迷离 此时回到家文静却发现异常 花花明明在家里却没有开灯 殊不知刚刚唱歌的一幕被人发到网上 文静此刻成了花花最恨的人 刘文静你不是知道我喜欢教授吗 文静想爱却不敢爱 在花花的众多描述下 他也以为教授爱的是花花 更不想因为暗恋教授失去闺蜜 便在花花怎么保证不跟教授联系写下保证书 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这天文静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快递 打开快递后发现教授送给自己耳坠 看着礼物文静再次心动起来 可接下来花花的出现却让他心里憋屈 这是给我记的吗 我看看 按着署名自己的耳坠被闺蜜抢走 文静悲伤得连午饭都不想吃 但叶公子总有办法让他忘记悲伤 两人对话中不经意就能被他带动 他不喜欢叶公子开着跑车来学校 叶公子答应下次走路过来 文静从悲伤到欢笑 可没多久又闷闷不乐 叶公子便表演起魔术 在文静震惊中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礼合 随后单膝下跪 让文静再次坐立不安 然而叶公子只是给他开了个玩笑 但悲伤的情绪早已经抛出脑后 他想拒绝这对黑色的耳坠 可恍然间发现教授正看着自己 于是他任凭叶公子带了上去 两人对视眼中都看到倔强 不能微笑着祝福 但是可以坚定地成全 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红色耳坠变成了花花朋友圈秀恩爱 黑色耳坠被戴在文静身上 从此世界上又多了两个伤感的男人 暗恋花花的插销把怒气发泄在教授身上 喜欢文静的教授选择不出全承受伤害 最后教授告诉插销自己喜欢的人是文静 可当花花带着爱心便当来找教授时 教授看到了花花戴在耳朵上的红色耳坠 内心复杂的他吃出饭菜是文静做的也不想点破 不甘心的他找到文静 说到花花做的饭菜真好吃 自己可能要吃好酒 你不会一直给他做很久吧 然而两人同时有事情要问对方 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 文静询问到耳坠签收上名字是自己的 文静震惊心跳加速 可教授接下来的话又再次失落 此时两人复杂心理应该福尔摩斯都猜不透 此刻两人因为耳坠又再次越走越远 甚至连花花也认为文静爱上了叶公子 而教授也开始默认与花花约会 这天花花拉着教授去参加漫展 一路上教授都是自顾的玩乐 可沉浸在暗恋的花花完全没注意到 明明教授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 背 背我 可回到家花花便跟文静讲到教授非常温暖 于是第二天文静就答应与叶公子吃夜宵 叶公子依然对着文静各种花式表白 然而心里已经有人的文静却认为叶公子是开玩笑 从此文静身边也多了条赖皮狗 叶公子总能让文静开怀大笑 又总是用各种无理的要求延长与文静相处 可就在这世文静的麻烦又来了 村长的儿子山姬突然出现 盲山姬 杀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 两年后文静仅凭初中文凭考上大学 这天他们无意中再次相遇 贵妇马上认出当年的文静 看着眼前的女孩出落大大方方而且成了大学生 马上认了文静当妹妹 殊不知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要说这个姐姐也是真有钱 带着文静买包买衣服买鞋子 文静非常感谢有这么的照顾自己的姐姐 然而闺蜜却总觉得美姐没有想象那么好 因为文静发现跟美姐见面的时候都会偶遇到一个人 男人是非常出色年轻的企业家 创建的公司大家挤破头都抢着投资 而且苏小毛与文静也是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 两人一见面苏小毛就看上了文静 并又绅士地保持着对文静的好 美姐也有意无意地撮合他们 可文静其实心里一直有教授 虽然从闺蜜口中得知教授和闺蜜在一起 但他总是放不下教授 然而苏小毛出现的时机是几个追文静男人中最好的 叶公子上次帮文静赶走村长儿子后便出差欧洲 教授与文静两人互相误会以为心里的人是别人 这个时候只有苏小毛及时给了文静帮助 这天文静的天塌下来 母亲的病情直接恶化 可他身为学生并没有很多钱 但从小孝顺的他让弟弟把父母接到上海来 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治好母亲的病 他东拼西凑也只凑到几万块钱 好在弟弟听村长的儿子说有一批螃蟹低价急着出手 转手就能赚大钱 走投无路的文静决定让弟弟了解情况 在弟弟肯定下把唯一几万块打了过去 不料几天后却收到弟弟消息前打水漂 伤心欲觉得文静此时好无助 如果可以宁愿拿任何东西换母亲的机会 正想去问叶公子能不能借钱 恰好接到电话文静的家人已经到了上海 而且还被安排进特级病房 不明所以的文静赶到医院 看到美姐和苏小毛两人坐在母亲旁边 文静真心感谢美姐和苏小毛的帮忙 母亲也一直夸着苏小毛这个人好 回去的路上美姐对着小毛说起了意味深长的话 小毛你是聪明人 姐姐怎么想的你心里也清楚 是的此时是文静心里最脆弱的时候 苏小毛如果加把劲就能得到自己喜欢的人 而美姐作为文静的姐姐与苏小毛合作就板上钉钉 苏小毛借着机会向文静表白 看着对方忧郁的表情和自己平等的出身 文静心里其实已经动摇 但一颗悬着的心计没拒绝也没反抗 可走到病房后母亲的一番话让文静做了决定 妈想让你和小毛在一起 文静答应了苏小毛的求婚 这天她身穿白色婚纱 看着教授她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幸福的人 可当文静回过神来 她不舍得想拉住消失的教授 然而此时的教授得知消息后像是一个活死人 出现在面前的只有苏小毛 苏小毛许诺会给文静一辈子幸福 不料他们的幸福只持续了一天 这天弟弟亲耳听到姐夫说文静是骗子 原来美姐从朋友得知苏小毛公司资金出现问题 以前为了合作才特意让文静去靠近她 于是在签合同当天告诉苏小毛取消合作 苏小毛本想合作拉到投资方资金 没想美姐知道风险后翻脸不认人 这时苏小毛才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是故意安排的 也因此认为文静跟美姐一样来骗自己 于是出现了医院了毁婚的一幕 文静非常痛心苏小毛怀疑自己 可眼下母亲治病的钱容不得她矫情 她再也不想依靠任何人 没想到却在困境中一个人带回来好多钱 二十岁女孩未给患癌症母亲治病 准备跟老外去非洲卖东西赚快钱 不料当文静从非洲回来 三个有钱有势的人都在家门口等着 首先出现的是苏小毛 自从文静的弟弟把之前的钱霸气地摆她面前 并把结婚戒指还了给她 她才意识到自己误会文静为了钱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文静想明白自己并不是爱她 苏小毛却因为失去她有点抓狂 这时富二代叶公子出现 并顺势地把文静拢过来 介绍到文静是自己的女朋友 为了让苏小毛死心文静刚好借颇下雨点头 然而这一幕又被赶来的教授看到 贝蒂默默帮助她的一直都是教授 教授表面上不关心她的事情 却特意与老外主妇保护好文静 本想今天捅破窗户只向文静表明心意 结果看到了痛心的一幕 很快文静就面临大学毕业 叶公子为了文静庆祝煞费苦心布置现场 却因为家里事情呼叫提前离开 不料却错过了一场好戏 花花在几人散会时宣布一件事情 道出了文静还薇薇假包是自己偷偷换的 原来当时花花因为爱慕虚荣偷偷拿包去参加聚会 结果公交车上把包划破了 她便想到买个假包先放回去 等自己有钱了再赔给薇薇 不料后面文静天天借走这个包 几人都震惊文静原来一直是背锅侠 教授忍受不了文静被花花这么欺负 直接对着花花就是教训 然后甩脸离开 文静害怕花花受伤害 便想着拉教授回来道歉 你刚刚干嘛那么凶啊 看着文静一直提花花 教授直接发飙了 在他们眼里教授就应该围着花花 上次去参加婚礼插销为了花花求她 这次文静为了花花又再次让她做老好人 可她明明爱的是文静 此刻教授再也受不了文静说别人的事情 在大街上直接吻了过去 文静一脸享受的没有拒绝 可片刻之后本能推开了教授 因为花花爱教授 并试图让教授忘记今天的一切 甚至为了花花去求教授来哄她 结果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也越走越远 而文静毕业后也开始忙碌工作 正好面试的路上捡到一张拍卖会宣传单 一直从事网店哄酒的她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找到拍卖会人员指出拍卖品是假货 拍卖主办方惊讶文静的学识和细心 对文静抛出橄榄枝 文静考虑之后入职了拍卖行 殊不知拍卖行老板正是叶公子 直到有一天宴会上 老板助理因为肚子疼没法继续工作 文静把她扶到旁边休息 却发现自己的老板是叶公子 叶公子点名让文静给自己介绍客户 文静一一介绍来会人员 叶公子惊讶到文静惊人记忆力 不由得更加喜欢上文静 开始每天让助理给文静送花 文静也因为花花与教授的关系 慢慢接受叶公子的约会 叶公子为文静包下了整个餐厅 在一场浪漫的约会中 软磨硬泡下答应做叶公子的女朋友 叶公子开始带着文静各种打扮 直接把叶公子看得呆住了 可文静却嫌弃裙子太露骨 于是叶公子让店里所有裙子 都给文静试到满意 电影节现场花花带着教授来玩 不料看到文静和叶公子的出现 文静的漂亮马上吸引所有人目光 花花感叹到文静打扮起来这么漂亮 而此时最伤心的却是教授 他呆呆看着文静 然而花花的话却如同心脚痛一样 要说顾不上花花一个人独自离去 两人开始了没修没躁的幸福生活 正当两人开始共筑爱潮时 不料董事长亲自找上了门 原来就在不久前 文静接到弟弟的电话 老妈的病再次恶化 文静焦急赶回了江西老家 得知老妈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天 文静便想先去镇里找医生来看病 没想到却遇到前来的叶公子 叶公子不仅带来了医生 还买了一堆最好的营养品 并专门请了护工来照顾文静妈 在医生医治下很快就好了起来 于是两人过起悠闲农村生活 叶辉亲自去挑水文静一路给他扇风 还主动洗起衣服 两人也因为这次事情感情直接加深 晚上文静与叶辉看着月亮数着星星 不自觉的叶辉就吻上了文静 文静很自然的配合着 这次他们真正意义在一起了 第二天醒来文静却发现叶辉没在旁边 才知道叶辉昨天半夜赶回上海 但连这几天也没联系到他 文静也开始胡思乱想 很快带着思念回到上海 然而叶辉还是联系不到 说他会去开会 结果打电话也不接 发短信也不过 直到有一天病倒 模糊着看到一个人像急了叶辉 叶辉 文静对着叶辉坦白了自己心思 他不想像个傻子一样被叶辉玩梦 然而已经把自己交给叶辉后 却没有那么容易放下 叶辉并没有给他解释这几天的复杂问题 只是一个急不可耐的稳向文静 文静再次沦陷在两人爱恋中 很快文静搬进了叶辉的大房子 两人也开始了没修没造的生活 直到这天早上醒来 再次发现自己枕边没人 走下楼梯后发现叶辉留给自己的留言 文静幸福地笑了 然而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叶辉找上了门 叶辉直接让文静离开叶辉 他们两家家庭背景相差太大 但文静认为他们的爱情只有他和叶辉能决定 叶辉被文静以爱名义拒绝了一切要求 他看出了文静的决心也不想浪费时间 但叶辉知道他们爱情不会有结果 而文静却因此莫名的恐慌起来 很快他就提出从叶辉的公司离职 一来准备自己的创业 二来不想因为工作影响他们的感情 而叶辉也得知自己父亲找过文静 叶辉告诉叶辉文静聪明漂亮 懂是不是其他女人能比 如果只想用钱就收买 他就太小看文静 然而叶辉态度也很坚决 甚至用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两人分开 但叶辉依然决定要跟文静在一起 回到家里叶辉埋埋怨文静的自己 此时的叶辉听到文静的回答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印象 即便那个人是他爸爸 心里吃了蜜一样甜 像是找到了灵魂蛋黄 然而当文静计划一起跟朋友创业时 叶辉再次不耐烦起来 他非常不喜欢文静创业 只喜欢自己的女人 天天吃吃喝喝就好了 可文静提到自己朋友们都支持他 甚至连教授也非常赞同他的方案 不料叶辉听到教授后再次发起脾气 不巧的是今天正式跨年夜 回到家的叶辉却没有找到文静 原来文静一个人在外滩散心 很快叶辉开车去找他 路上看到外滩有一起交通事故 事故的女孩跟文静穿着一样的衣服 她以为再也见不到文静 两人的不愉快也烟消云散 这天文静为了自己创业计划找来教授咨询 教授也真的是文静的灵魂伴侣 他总是很自然去支持文静的一切决定 同时也劝文静叶辉不喜欢他创业 是不是可以为爱的人放弃 但文静的话却让教授无力反驳 正如文静所说的 两人因为环境观念出身都不同 叶辉喜欢自己女人不应该工作 而文静因为农村出生想给自己点安全感 两人矛盾也因为创业这件事在慢慢放大 女孩在村口默默注视前方 文静便提出了两人冷静一阵子 谁知文静意外接到电话母亲过世 文静伤心地赶回家里 回到家后便听说有城里人向家里感爱 却没想到是教授 教授默默陪着文静姐弟俩 弟弟也十分不解 半个月后叶辉回到城市里 发现一直没能联系到文静 此刻叶辉也非常气愤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吗 因为两个人分手他状态不好 结果导致了好兄弟的赛车事故 叶辉命令自己要马上见到文静 文静也知道两人早晚要见一面 可他没想到却迎来的叶辉的怪罪 此刻的文静仿佛不认识叶辉一样 直到叶辉说完文静才开始说话 我妈前几天去世了 我们分手吧 叶辉万万没想到自己自私彻底含了文静的心 两个人因为价值观生活方式不同 文静最终还是决定了分手 分手后文静一个人找了地方疗伤 半年里都没有出现在这群朋友中 直到插销的婚礼现场 教授再次见到了心心念的女人 两人见面后有说不完的话 兜兜转转绕了一圈才等到彼此单身 教授的生日晚会上几个朋友再次聚起 然而教授却好像心不在焉 终于鼓足勇气借着酒壮胆 不料文静却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然后一个人尴尬地跑了出去 此时大家都面面相去地看着花花 谁知花花早已经把教授当朋友 甚至鼓励教授勇敢去追寻自己爱的人 教授受鼓舞后追了出去 两个想爱的人也终于在一起 文静也真正拥有了眼里发光的爱情 他们彼此互相照应 甜蜜地让周围的人都羡慕 等待十年的爱情发出的光格外亮 紧接着文静的创业也成功拿到投资 曾经的农村傻姑娘拥有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 这天文静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却发现走出办公室后灯一下子熄灭 自己每走一步都会亮起不同颜色的灯 直到头上掉下来一个蜘蛛侠 原来是教授策划的求婚仪式 爱情也会绕倒 但只要相信光 前方可能就是你的爱情